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卫生习惯的改善, 感染寄生虫的风险似乎越来越小。 但是,如果你认为寄生虫已经遥不可及,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 以下几个寄生虫案例触目惊心。 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,寄生虫入侵。 一到秋天,各种新鲜的火龙果都堆成街。 浙江宁海29岁赖先生,却因为吃火龙果进了医院。 宁海的赖先生有个爱好,特别喜欢吃火龙果和烧烤。 在吃火龙果的时候,他很喜欢把里面的籽给它挑出来, 觉得没有紫的火龙果味道会更鲜。 前些天,赖先生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大便中, 有一截长达50多厘米的白色像虫体样的东西。 他吓了一大跳,赶紧到宁海县中医院就诊。 医院诊断后,怀疑赖先生患有带滔虫病, 于12月4日向县疾控中心报告。 第二天,银海县疾控中心根据患者排便检测的虫体运结, 鉴定赖先生确实为带滔虫感染。 虫子究竟是怎么到赖先生的肚子里去的? 赖先生回忆,几个月前, 他和朋友一起吃过一顿牛肉火龙果, 火龙果包开之后立马狠狠几口吓肚了, 这以后他身体一直感觉正常。 为了帮赖先生把肚子里的滔虫弄出来, 疾控工作人员让赖先生空腹, 先后隔40分钟不下南瓜籽, 檳榔水煎剂以及倒谢药硫酸美。 过了不久,赖先生果然排出一条乳白色, 带状,前端细长,向后剑扁阔, 形似拉面条的带滔虫, 足有10米多长。 宁海县疾控中心负责人介绍, 带滔虫分猪带滔虫和牛带滔虫。 猪带滔虫的成虫可达2到4米, 而牛带滔虫则能长到4到6米, 甚至可长到10米。 人若食入生的或未煮熟的含有活脑尾幼的食物, 就会被感染,经2到3个月发育为成虫。 这种寄生虫在人体里只要趴在肠道上, 就能吸收营养成分。 但这个过程会使患者的肠道黏膜被感染, 使人体腹部不适,消化不良, 出现腹泻或体重减轻等症状。 虽然这种寄生于人体的牛带滔虫寿命可达20到30年, 但是大多只有一条, 但是如果感染的是猪带滔虫就更可怕了。 相信多数人都知道, 在日常生活中, 常吃一些新鲜的水果, 有利于为身体补充所需的维生素, 以及多种营养物质, 同时也可以增强自身素质, 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益处。 但是在生活中, 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是和人体食用, 特别是以下几种水果, 若大量食用的话, 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不利的影响, 希望你能够特别注意, 可别傻傻忽略了。 这几种常见水果, 或是寄生虫的窝, 赶紧记口, 再喜欢也别碰。 五样水果一生虫不碰, 坦称寄生虫及具体, 特别第二个, 切莫贪嘴。 一,羊梅, 像羊梅这一种水果, 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, 适当食用, 能够促进肠胃蠕动, 加速肠胃进行消化吸收, 保护身体的健康。 但是羊梅的结构相对比较特殊, 再加上羊梅没有果皮, 果肉暴露在外面, 也给寄生虫和细菌造成了一定的存活条件, 从而导致寄生虫含量超标。 所以像羊梅也被人们称为寄生虫的寄居地, 如果大量食用的话, 很容易就会对身体造成不利的影响, 所以像这种水果, 劝你还是赶紧远离, 切莫贪嘴。 二,催熟香蕉, 说起香蕉, 多数人都知道, 香蕉在改善便秘这方面, 有着显著的功效, 特别是其中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, 能够促进肠胃蠕动, 加速度做垃圾的排出, 帮助人们缓解便秘困扰。 但是在平时购买香蕉时, 一定要特别注意, 最好买一些已经成熟的香蕉。 在生活中, 很多不良商家为了延长香蕉的成熟时间, 往往会添加一些催熟剂。 但是像这种香蕉, 过多食用的话, 很容易就会导致存在一定的甲醛成分, 加重患者白血病的几率, 而且也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 所以在这种食物, 劝你还是感觉远离为好。 即使在爱吃, 也要忍住。 三, 冻柿子。 柿子这一种水果, 口感香甜, 营养价值高, 适当食用, 也有利于身体。 但是往往很多人喜爱吃一些冻柿子, 虽然说这种食物口感比较好, 但是都是最容易积累一些毒素垃圾过多食用, 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。 而且也会给身体健康, 造成严重的危险。 所以像冻柿子这种水果, 劝你还是最好别碰, 即使再产也要忍住, 以免的不尝试。 四, 杨桃。 所以希望你在爱吃这种食材, 也应该管住嘴巴, 尽量少吃或不吃, 趁早把它拉入黑名单, 才是对肾脏更好的呵护。 在日常生活中, 一定要特别注意, 像杨桃这种水果, 也是谨慎食用, 因为杨桃中存在一定的毒素, 过度食用, 很容易就会加重肾脏的负担, 从而导致肾脏疾病的发生, 不利于身体健康。 所以像杨桃这种水果, 也是医生从来都不吃的, 希望你能够赶紧管住嘴, 即使再爱吃也要忍住, 赶紧拉入黑名单, 切莫贪嘴, 从而对身体造成不利的影响。 五, 打辣苹果, 说起苹果, 可能很多人会感觉到意外, 苹果不应该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吗? 确实如此, 常吃苹果, 有利于为身体补充所需的有益成分, 增强人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。 但是在平时一定要特别注意, 有一些苹果商家为了保持长相良好, 会选择在表面打一层辣, 这样可以延长保质金, 使苹果更加光鲜亮丽。 但是像这种苹果, 过多食用的话, 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, 所以像这种水果, 劝你还是赶紧远离为好, 即使再爱吃也要忍住, 可别大意。 好了,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。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讲解的 对您有所帮助的话, 不要忘记了用上您那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加个关注, 订阅我的频道哦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养生知识, 感谢您的观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